哈喽 大家好 我是河子 今天心情太激动了 我前几天在晚上买了一辆摩托车就是机车 到了物流通知我今天过来乞货 我现在就是来的路上了 这个地方物流挺多的 也不知道是哪一家 我找一下物流公司啊 这里过去不是 往这边走 人生的第一辆车 摩托车 就是这家物流公司了 我看到我的摩托车了 就是这一辆 要么这个倒箱子装起来 看一下 好爆气啊 这里有个洞 哇 前面是包装沿的 等一下叫他们物流这边拆开口 验一下货 然后就可以起走了 第一次见到我新安的车 确实太高兴了 不知道车好不好 只有起回家去才知道 因为白天上交忙着 所以说一直到现在 他早上把那个箱子拆开 把上面的东西抬下来 现在要开始拆箱了 因为在这里等着路 也要把它抬出去 然后再拆 直接是抬到这里了 因为他们要邂逅 所以说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插 这个车子我再拆着了 这个车子我再拆着了 包装的太好了 全部用木头 原来围起来 你看这个轮子 挺大的 好期待我的机车 这三个工具 这三个工具就是我拆 摩托车的工具 敲开 给它敲开 这么用力 哇 车子已经拆好了 到时候再把这个摩托车 搬回去 这辆车好大 至少都有200公斤 刚刚拆的时候 它倒了 很好 车子没有上大 你看这是全新的 因为现在没有油 我等一下推一次加油站 给它浇一点 然后再起回家去 然后明天去上盘 车子已经起过了加油站了 给它加满 起着回去 刚刚推过来 针对上 这个车太重了 好 那我马上就是看 加了100块的油 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油箱是178升的 够了 现在就骑到回家了 摩托车 我已经起回来了 就停下这个位置 这辆车是5800块 往上买的 大家觉得值不值 像这种机车在店里面 至少都是一瓣多块 贵一点的三瓣多块 所以说我选择在房上买 整个一瓣的饭药 给车打开 听一下这个声音 还是挺大的 大家觉得我买的这辆车怎么一样 因为时间晚了 我赶紧回家休息了 可能孩子们都已经睡了 现在已经是十几点零七番 孩子们都睡得很香 明天起来 又要给我的摩托车去上排 好了 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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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